什么 这罗马帝国敢跟我们大唐掰手腕 大唐作为世界中心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我去给你拿个东西 你一看便知 李哥 你先抽根滑子稳一手 真不知道这滑子是什么做的 感觉既能提身行脑又能消除疲劳啊 如果商朝的时候每个大臣手中都夹着一根滑子 那功夫效率该有多高啊 正想着 就看到叶城拿来了一个大圆球 这是个啥 这叫地球仪 这圆圆滚滚的东西是干啥用的 来 我给你普及普及地理常识 咱们所在的星球叫地球 是个圆的 来 看这里 这是大唐所在的位置 啥 圆的 自古以来不是天圆地方的吗 李哥 你想啊 河面上的船 你是先看到船帆还是船头呢 当然是先看到船帆了 所以如果地球视频的应该一起看到才是 怎么可能只看得到船帆呢 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竟是圆的呀 而且大唐非但不是世界中心 甚至连世界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看 这里是北美洲 是土豆的原产地 一块肥沃的无主宝地 老李 你要是去了 直接跑马圈地都没人管你 原来折叠的世界这么大 还没有敌人 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纳入大唐的板壶 这是多么大的功绩 这里是欧洲 罗马帝国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叫我国 与咱们隔海相望 那里的人跟狗一样 如果他们那的人来大唐 你可千万别跟他们做生意 那这蓝色的是不是大海 是的 这大海竟然比陆地还要大 贤地 那我们根本去不了 你刚才说的宝地啊 老李 你看这是一条近路 在辽东过去 然后直接北上 就能到美洲大陆了 这辽东可是苦寒之地 中原地区根本没人去 你懂个鸡毛啊 这地方号称北大仓 居然被你们当成苦寒之地 那里土地肥沃 庄稼生长出来 比中原产量要高出数倍 什么肥沃 这辽东那么寒冷 怎么可能长粮食呢 冬天很冷 但是春夏的时候 可是粮食生长的好时候 看来要派人去辽东 是真重点田 试一试这辽东的土地 难道真有叶成说得这么好 老李再送你一份世界地图 希望你的生意能做大做强 叶成给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 基于这个经验 李二和房玄龄直接趴在桌子上 研究了起来 这地图上面的河流 山川 标记得这么惊喜 这简直就是一件能敌百万雄师的军事之宝啊 罗马帝国 每周大乐 以后统统都是朕的国土 贤帝 你年纪轻轻 如何能去过这么多地方 这幅地图你是如何绘制出来的 我可没去过 祖传的 祖上何许人也 姓陶明宝 陶宝 好名字啊 怪不得收集了这么多好东西 贤帝 这个地图真的送给我了 都给你了 地球仪也给你了 贤帝呀 等我靠这幅地图赚了钱 肯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真是雪传啊 一副蓝天集序 就换了贤帝两样宝贝 程怀玉 朕想要派你去辽东种田 派我去种田 还是辽东那个鬼地方 我这城家也没得罪陛下吧 明日就出发 到时候朕会给你派一千精兵 是 陛下 明日我就出发 就算冻死也保证完成任务 别了 平康房的姑娘们 别了 这只最金尼的大唐 魏国公 这里有件神器 真想与你一起建设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陛下 您是如何做到 将大唐甚至附近的国家地形 都勘测出来的 臣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精细的地图 对于大唐君神李靖来说 有了这幅地形图 简直是如虎添翼 以后打仗的时候 可以利用地形打一个信息差 爱卿 有了此等神器 以后陪朕征服列国 陪朕站在世界的权力之巅如何 陈李靖愿当陛下过何祖 好 好 爱卿 只有你配得上他 这份地图阵就送给你了 李靖一听 心中意暖 毕竟玄武门事变时 李二曾让李靖助他一臂之力 李靖却选择了谢甲归田两不相邦 现在这么珍贵的地图 李二却送给了他 这是多么大的信任 我要让这个世界都插上我大唐 以后凡日月所照 江河所知都是我大唐的疆域 陛下真乃神仁义 不知从哪弄的这宝物啊 明天中午 你随我出去一趟就知道了 老李 这位人凶处在那里那么严肃 请问如何称呼 杀玩意 叫陛下老李 陛下还对这个年轻人这么客气 这是我的足弟 李靖 贤弟 真不好意思啊 每次赶在饭店来 李哥 不必客套 咱哥俩谁跟谁 你们上座 正好我又准备了点东西给你 帮我来